愿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四川成都 这边是三国圣地 武侯祠 这边是武侯祠的正大门 这上方写着汉昭列庙 在这正大门360度 转圈给大家看一下 武侯祠 汉昭列庙 我刚刚已经买过票了 一张票是50块钱 我们两个人 成都武侯祠 成都标志性建筑 它是位于成都的一环以内 也是曾经的南郊公园的旁边 那为什么是南郊公园呢 当然是因为以前的城市发展并没有这么辽阔 而武侯祠的地理位置就是在组成的南郊 而南这个方向比较吉利 这么吉利的一块风水宝地一开始 选来却不是要修建武侯祠的 明良千古 武侯祠顾名思义呢 是纪念武乡侯诸葛亮的祠堂 诸葛亮的公民千秋百代 是后人崇拜学习的楷模 更是有很多官员呢 将他的鞠躬尽力死而后裔作为左右民 所以在诸葛亮死了之后呢 这么多年里面呢 修建的武侯祠呢 有非常多 多到可以和文圣孔子 武圣关羽相媲美 但是呢 成都南郊这个选址呢 是诸葛亮亲自选址的 而不是为了给自己修祠 而是用来下葬属汉皇帝刘备的 刘备呢 是在公元的223年的病逝 在重庆的奉节 那根据汉代李治皇帝死后 必须葬在自己的都城呢 于是诸葛亮选择成都南郊为刘备 修建汉昭列陵 那有陵必有庙 所以呢 在旁边呢 还有汉昭列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站在武侯祠大门呢 看到的并不是武侯祠的牌匾 而是汉昭列庙四个字 最早的成都武侯祠呢 是建在绍城 大概呢 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的旁边 大概呢 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呢 就迁到了昭列庙的旁边 育育着梁城伴明君 后来呢 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朱元璋的儿子呢 到蜀地任藩王 推出了君臣和寺 从此呢 朱留两人呢 放在一庙祭祀 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和寺庙 双龙戏朱 那现在呢 我就走到了后方 那这个地方呢 是武侯祠里面呢 唯一能够看到武侯祠三个字的牌匾的地方 上面呢 有一块牌匾呢 写着明垂宇宙 那前方这一位神像呢 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之孙 志远堂 诸葛上 诸葛亮之孙 诸葛瞻 诸葛亮之子 哇 这个香炉 金属的 圆的 方的 天圆地方 武侯祠的后方呢 是三亿庙 然后呢 在旁边呢 还有孔明院 那这边呢 就是孔明院 现在呢 过来惠林这边看一下 往这边去呢 就是 哇 这里面是个院子 好多非常精致的盆景 哇 这些盆景不错呀 哇 这边还有一个荷花池 现在荷花开放了 非常漂亮 桂河墙 走吧 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那这边是有红墙哦 非常漂亮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过去 那往这边走是惠林 哇 红墙 哇 这个地方漂亮 哇 好有意见啊 以后这两旁呢 都是种着竹子 非常高的竹子 哇 简直成为拍照圣地了 非常非常有意见的一个地方 惠林 盼昭烈皇帝之墓 那这里就是刘备之墓哦 它这个桶底呢 是圆的 然后在五号池那边呢 是方的 象征着天圆地方 汉昭烈之林 哦 就是这里哦 我们由左至右呢 转一圈 刘备之墓 我刚刚的环耀着惠林转一圈的话呢 大概是需要三分钟啊 特别大 在这五号林的后方呢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园林 大家呢 逛一下哦 哇 它这个田子呢 是全木头打造的 上面呢 是瓦片 然后 这下方呢 哇 还有小乌龟 里面呢 还有很多鱼啊 金鱼 好优美的一个亭子 非常漂亮的一个园林 哇 你看这些 这里的水呢 非常的清澈 而且呢 这里呢 有非常多的盆景 哇 这里的水这么清啊 群咸堂 这塔上面呢 是雕刻着一些呢 跟诸葛亮呢 相关的故事哦 这么多漂亮的盆景 好 那这边呢 就是五号林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